有小吃業者把錢鎖在冰箱裡 卻被熟人給偷走了 新北市新店有一間小吃店 把店內常備零錢大約是兩萬多塊錢 老闆覺得放在冰箱裡上鎖最安全 沒想到竟然被他們的朋友深夜闖入 拿油壓檢破壞鎖頭 把錢給偷走了 雙方對部公堂 法院也判處六個月有期徒刑 深夜十一點多 一名男子摸黑來到小吃店 只見他蹲在冰箱前面 拿出油壓檢破壞冰箱鎖頭 實際力氣加壓減開三分鐘就搞定 打開冰箱門東翻西澡 什麼食物都沒拿 就是鎖定裡面放的現金 拿到錢以後立刻騎車逃逸 我們晚班阿姨他不管錢 所以他把錢放在冰箱裡面鎖起來 你錢拿一些白鈔這樣 那兩萬 事發地點就在新北市新店 光明街上一家賣麵線的小吃店 店家白天開門做生意 打開冰箱個人發現 常被現金將近兩萬元不翼而非 幸好店內裝了監視器 立刻掉監視器畫面抓誰 這一看不得了 竟然是自己收視的朋友 我看監視器是自己的朋友 才會心情不太好 被背叛那種感覺 因為他有時候來找我 看我早上來的時候去開那個門這樣 警方接獲報案找到 竊賢留信男子 雙方對部公堂 檢察官因為竊賢 攜帶油壓檢破壞鎖頭 依刑法攜帶凶器竊盜罪起訴 法院審理後 考量留信男子在工廠上班收入不高 交上雙方後來和解 因此改判一般竊盜罪 裁定六個月有期徒刑 記者還人張士奎 新北市報導